说起励志,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想到的是他的个人魅力。 这次我们聊聊励志的情史以及背后的三个男人。 第一,励志是谁? 我们打开励志的个人经历,我们并看不到励志早年的经历, 那是因为励志不想再次提起那些伤心的往事。 励志有一个可怜的童年经历,自幼父母离婚,离婚后励志和爸爸一起生活。 小学时就是学校的宠儿,由于励志长得漂亮可爱, 经常会被男生堵在门口,有人向他丢食子,有人故意拉他的头发等等, 只为了吸引励志的注意力。 在小学三四年级,励志就进入了叛逆期,和父亲一言不合, 会选择独自离家出走,离家出走后会沿着铁路线, 在全国铁路线路全国旅游。 那么励志是如何解决温饱的呢? 励志曾回答,八九岁的孩子嘴巴甜一点,吃饭住宿都没问题。 中学时期励志长得格外美丽动人,是西安建筑子弟学校的校花。 追她的男生已经从学校门口排队到了班级门口, 可是励志并不喜欢他们。 励志有一个继母,继母对她并不好。 和继母相处的过程中,练就了励志敏锐的观察能力,乖巧的性格。 70年代为了谋生,父亲去了香港参加话剧团, 励志被送到了上海奶奶身边,身边也没一个朋友, 励志只能和奶奶相依为敏,日子过得非常困难。 在上海逗留的多年,受孤独的环境,加上没有父爱, 也没有安全感,练就了励志高冷的性格。 02. 励志背后的第一个男人,张少。 18岁的励志在图书馆看书时,一次偶然的机会, 励志认识了自己的初恋男友,随后两人陷入了热火朝天的热恋中。 然而好景并不长,由于奶奶年迈,父亲在香港已经站完了脚, 励志要搬到香港生活。 那年励志19岁,没去香港之前,励志在大陆十分受欢迎。 走在大街上,有很多男孩排队,想要和励志约会。 然而励志到了香港,励志发现自己的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老门。 在香港,根本没有人正眼瞧励志一眼。 70年代,香港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,很多已经很新鲜, 走在街上的年轻人都是喇叭裤,低胸装等等。 在香港被大家称为土里土气的大陆妹, 强大的反差让励志难以接受。 在那个无数长夜漫漫中,励志靠着和上海男友的来往书信, 安慰自己孤独的心理。 励志在上海的男友是东海舰队的某高级洋参谋的儿子, 两人经常信件往来,当时的局势并不乐观。 为了不让父亲被冤枉,在父亲的压力下, 小杨只能和励志分手了。 不知道励志是否也是一个痴情的女子, 是否也曾手中拿着小张写给她的信, 独自一人走在海边望着另一边的相思。 由于励志刚刚来到香港,云烟没有本地味, 穿得有土里土气, 励志找不到好的工作,只能做起了收货员。 励志拥有自己的梦想。 在工作的同时,励志一直在搜寻其他更好的工作机会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励志听说广大明星都加盟的新议程正在招收演员。 励志想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舞台艺术台上的演员, 自己应该也可以。 没想到,励志竟然被无情拒绝了。 原因,穿着和谈吐都太土。 励志受到了太大的打击, 自己明明天生,资质很好, 为什么不能入选呢? 励志决定提升自己。 励志向父亲寻求资金上的帮助, 父亲考虑到这么多年,亏欠女儿太多, 于是决定送女儿去上海学习英语, 并且为留学做准备。 励志的天生聪慧加上后天奴隶, 励志成功留学美国旧金山大学。 因于时间, 励志学习时尚、时装、相关领域知识。 经过三年的学习, 励志已经不再是曾经的吐气大陆妹, 而是洋气的洋妞。 归来香港时励志25岁, 这一年励志靠着自己时尚和眼界, 参选亚洲小姐, 一时间励志轰动了整个香港。 励志几乎将全部奖项都收入自己的囊中。 03,励志背后的第二个男人, 遇到外人迷独王何鸿燊。 励志凭借自己50年难遇的身材、 文化涵养和时尚敏锐秀角, 励志进军娱乐圈。 在短短几年中, 励志参演30多部影片, 并且成为当时香港最为红火的女明星。 传闻在那段时间, 有很多男明星都想要将励志追到手, 其中有曾志伟、 王祖先、 成龙等等。 由于太美, 又非常红, 励志成为许多女明星, 眼中钉掌中刺。 不仅如此, 励志还涉足商业, 凭借自己留学所学的商业经济学, 励志和父亲做起了纺织生意, 而且还赚了很多很多的钱。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, 曾经被香港娱乐圈女行疯狂追求的何鸿燊, 在舞会中遇到了50年难遇一次的美女励志。 还没过几分钟, 励志就俘获了赌王何鸿燊彩虹心。 随后赌王何鸿燊主动出击追求励志, 能和赌王何鸿燊在一起是多少女明星梦寐以求的梦。 当然励志也不例外, 何鸿燊和励志的交往中, 遇到了何鸿燊新婚四方和二方太太的反对。 二方不想让赌王日后遗产多分一份, 四方也不想还没结婚多久就被丈夫冷落。 为了励志让家庭矛盾不断, 赌王何鸿燊觉得不值得。 于是赌王选择家庭, 放弃了励志。 励志看清楚了男人的虚情假意, 对于男人来说感情只不过是过往云烟, 励志在感情上再次受到伤害, 不再轻易相信男人的鬼话。 04.励志的身后的第三个男人李连杰。 由于都是演员, 励志和李连杰在拍《龙在天涯》相识。 李连杰看到励志的第一眼就疯狂爱上了励志。 怎么个疯狂法呢? 甘愿今生出户, 抛弃自己身怀六战的妻子也要和励志在一起。 面对记者的采访, 李连杰表示, 年轻时的爱情, 我以为他对我好, 我对他好就是爱情。 但是自从我遇见励志, 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 爱一个人可以为他不顾一切付出全部, 提到他可以为他精神兴奋。 离婚后, 李连杰开始对励志进行疯狂的追求。 励志经历两段被抛弃的感情, 励志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。 励志对李连杰充满疑虑和质疑。 励志和李连杰约顶, 十年后你依旧如此爱我, 我就和你结婚。 1992年, 励志下海经商, 放弃演艺生涯。 起初励志在各大行业赚了很多钱, 但是由于一次烟台房地产投资失败, 让励志欠债千万。 面对千万的债务, 励志几乎被逼到绝路。 幸运的是励志还有李连杰。 李连杰向电影界大亨向太陈兰, 签下三年卖身期, 预知到了七千两百万的片酬。 李连杰将这笔卖身前全部交给了励志, 因为励志不喜欢李连杰和女星拍亲吻戏, 于是李连杰和励志在一起后, 再没有拍过亲热的戏。 十年之约到起, 两人按照约定结为一对幸福的夫妻。 曾经面对采访的时候, 励志公开表示, 嫁给李连杰, 不枉此生。 李连杰对励志的疯狂, 就是爱情的完美解释。